中国新说唱许多画面没有剪进正片中 在正片播出后陆续释出许多片段对田和ZG两位的表演 当时整个被剪掉 只剩下邓子奇对他们说 如果我今天看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比赛的话 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很有前置 许多人都好奇到底是怎样的表演 才让邓子奇说出感动话 图文知名博主 在街西随理会 潘伟博和邓子奇尴尬 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田和ZG的大头影片释出 孩子不稳 再加上一开头就喊 每位制作人的名字一轮 吴亦凡 潘伟博 邓子奇 张震月 让大家的表情相当复杂 最后要结尾时 又喊了一次 潘伟博和邓子奇 露出了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吴亦凡 热狗和张震月的表情则相当冷淡 Ice挑对田大头 Ice一度被淘汰 在换位赛中被潘伟博和邓子奇挑中 他上台后选了一个女选手对田 因为想要晋级 所以刻意找了一个百分之百 可以赢的对象 对田一上台就直接说 我想直接把这个位置让出去 不过按照规定 他还是得比赛 但是他可以不发声 Ice拿起麦克风后多多逼人 歌词提到 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phrase battle不敢 怎么跟我拼 怎么跟我battle 为什么导师选我呢 因为你的名额符于我的 这些词让潘伟博相当不舒服 在他唱完后 直接跟吴亦凡说 我不喜欢现在这个氛围 我觉得你如果想要battle 不认为应该找一个女生出来 许多人看完对田一对一的影片后表示 难怪Ice会呛的 也有人认为这几选手的实力悬殊差距太大 我认为这几选手的实力悬殊差距太大 我认为这几选手的实力悬殊差距太大 感谢观看